第1915集 是吗 叶昊轩笑了 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时间到了 强攻 冰心站起来 他走到了一处高台上 右手一挥 只见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几乎同时动了起来 十万妖魔开始强行渡河 这戒河之中的河水来自望川 片物不在 想要渡过去也十分艰难 所以现在就靠魔兵用命在堆 而天上飞的那些也同时动了起来 只是封都这里长时间和九幽对峙 准备的也算是齐全 一些专门针对天上飞的武器 也搬了出来 双方就这样开战了 难得四王这一次硬性彼此 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 这并不是他们硬气 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战 天魔兵心 在九幽那是何等的名气 之前他就凭借一己之力 差点把封都给捣毁了 如果说他真的很下心来 进攻封都 不要说是十万魔兵同时来攻 哪怕他只带了一万 封都的西门都得完蛋 所以说四王也是没有办法了 他们别无选择 这个女人刚才已经下过了最后的通牒 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但是他们没有把握住 所以面对兵心的攻击 他们只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去阻止 至于说能不能阻止得了 那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 可惜的是啊 自从无数年前的那场变故之后 封都再也无人 这些年来面对九幽的频频挑衅 他们也只是一味的忍让 只要西门城门不破 他们封都无忧 但是这一次 兵心像是封了一般的攻击 他是完全一点代价也不计 四王这一次 是把老底都给掀出来了 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兵心这一次完全就是 要把他们全部给吃掉的形态来的 大战开始不到半个时辰 封都这边的精锐阴兵 已经损伤了过半 因为他们有戒河为天然的关爱 所以严格来说 是兵心那边吃亏的 魔兵的尸首遍地都是 有些更是跌入了戒河之中 被戒河之中的怨魂 给吞得干干净净 尽管魔兵暂时攻不上来 但是这几王早已经下得是面无人色 他们一早就爬上了城墙 去商议对此去了 东城王 这这我们可得想个办法呀 这这这这样下去这可不行啊 我们的老底都快被耗干了呀 西城王着急地说 兵心这个女人他他他不是疯了吧 他这一次攻击完全是不计后果的 他这是拿出了一副拼命的样子呀 是的 在几王认为 这一次的兵心完全就是疯了 因为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兵心 用这种打法 兵心完全就是一种拼命的架势 它是让自己的魔兵一波一波地向上冲 冲击着封都那脆弱的防御 要知道 九幽巨魔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他这样损耗自己的实力 就不怕其他的巨魔趁虚而入吗 别急 别急 我看兵心这一次也确实是不正常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犯得到兵心这么疯狂吗 东城王稳住了几个人 哎呀 她是大人的女人哪 这这是兵心的妹妹 东城王 我们这一次算是灾了呀 同时招惹到这么两个人物 我们封都这一次怕是保不住了呀 南城王哀号 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呢 怎么能这么武断呢 东城王骗了南城王一眼 你们放心 封都没有那么容易破的 怎么 难道东城王还留有后手 继王愣了一下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 放在了东城王的身上 说真的 自从十殿阎罗离开冥界以后 这里基本上就是四王做主了 但是东城王为人老谋深算 等于说是他压了诸王一头 虽然其他三王对此 并不服气 但是每到正事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想起东城王的 而且他们相信 东城王一定有什么看家的东西 没有拿出来 否则的话 他是不会这么淡定的 眼下 我们跟外面的这两位算是撕破脸了 就算是我们现在想降 他们恐怕也不会让我们降了 而且诸位 十殿阎罗走的时候 可是把封都托付给了我们 我们的使命就是死守封都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退缩 封都已经成了这么多年了 这并不是偶然 我相信冥冥之中 上苍一定 也在庇佑这封都 所以诸位不用担心 现在我们有戒河为组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攻不进来 眼下我们的阴兵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 现在我们只有把镇守十八层地狱的阴位 给调集过来 不是 东城王 你确定吗 姬王几乎是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对于东城王的这个提议 他们都是面面相觑 要知道 十八层地狱里面镇压着的 可是无数的怨魂金魔 那九万金位可是镇守十八层地狱用的 虽然战力十分强悍 但是他们各自弃致 要是真的被调上来了 万一十八层地狱中的恶鬼发生了动荡 那该如何是好 现在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 这一次不比以前 以前来的巨魔 吃够了阴魂的数量以后 就会自行离开 但是这一次冰心是有目的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拿着以前的办法 那我们怎么办呢 季王傻眼了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冰心这一次不是来玩的 他是真的要把封都给攻下来的 而且他已经不择手段了 只有拼了 东城王咬咬牙 行了 我现在就去申请调集令 去把镇守十八层地狱的阴魏 给全部调出来 各位 这一次我们已经是到了生死关头了 所以我希望 不管以前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恩怨 现在一笔勾销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把强敌给打退 如果真的被那魔女给攻进来了 我们封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各位心里都有数吧 东城王的一番话让诸王漠然不语 确实 他们几个平时就算是再勾心斗角 但是大家都是一路人 但如果他们真的被九幽举摹给攻进来了 那以后绝对没有好日子过呀 所以现在他们只能选择和对方合作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封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阴兵 匆匆忙忙的来报 各位大王 不好了 冰心 冰心已经攻进来了 他的先锋队伍已经在向城头攻来 什么 吉王的神色巨变 他们本来以为 戒河那里能挡一挡冰心的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 冰心来得居然会这么快 他居然这么快就攻过来了 这让吉王有点猝不及防了 快带我去看看 快 东城王几乎是后出生来的 银兵一鞠躬 连忙在前面带路 这几王也跟着跑了出去 现在的西城战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只见远处的戒河上有一种身体柔软的绘魔 把自己的身体弯曲成各种形状 一个接一个的在河面上搭上了软锁桥 身体庞大的攻城妖魔身上带着无数魔兵 向着城墙的城头猛攻 虽然说现在的城墙还是暂时没有破 但是已经显得有些岌岌可危了 城墙上的守将死伤十分的惨重 现在基本上已经撑不住了 东城王 这怎么办呢 这我们就算是掉机阴位 也来不及了 吉王手脚冰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封都的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快 快去启动玄骨护盾 东城王几乎是嘶吼出声来的 他甩出了一个领牌 一名阴兵接令而去 玄骨护盾 东城王 这玩意还能用吗 西城王吃了一惊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东城王 玄骨护盾 是封都之前留下来的护城大阵 本来以为石殿阎罗离开之后 这大阵的作用也就形同虚舍 但是现在东城王 冷不防地叫出声来 这让其他的吉王吓了一跳 看来 当年石殿阎罗走的时候 留下来的秘密不少啊 只是除了东城王之外 其他的吉王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也只有东城王一个人知道 这个 是能用的 东城王见其他几人 都用一副质疑的目光看着自己 他不由得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这些东西 只是暂时地隐藏了起来 为的就是应付今天的这种局面 几位 少安勿躁 哎哟 有这个就好 有这个就好啊 北城王最怕死 刚才魔兵攻上城的时候 把他吓得几乎要弹了 现在一听说 哎哟这玩意儿 他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片刻以后 一道淡绿色的光滑突然凭空出现 把弱大的封都 全部都给笼罩在了其中 玄谷护盾时隔无数年之后 终于发挥出了他应有的作用 看着半空中的护盾 东城王一时间感慨万千 他比起其他的三王年长 他知道封都的一些事情 上一次封都启用玄谷护盾的时候 是九幽的百万大军 攻到戒河前的时候 那时候 封都上兵强马装 启用护盾 这是被不实之责 但是这一次 区区的十万魔兵 就让他们吓得把护盾给启用了 虽然现在封都是无忧了 但是东城王的心情 却并不怎么痛快 封都大不如以前了 区区的十万妖魔 就能把他吓得启用这杀手锏 原来还是有后手的嘛 冰心看着半空中这十八丈高的护盾 他不由得笑了 这护盾像是一口大锅一般 从这半空中扣了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 叶好轩的眉头微微皱起 他感觉四王在搞什么鬼 但是他又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悬谷护盾 风都最后的杀招了 你不用担心 全当这玩意儿 就是一个乌龟壳罢了 冰心悠悠地说道 早在很久以前 他们就拿出来过这玩意儿 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他们又把这玩意儿给弄出来 丢人现眼了 哦 那 现在我们应该能过河了 叶好轩看着攻过去的魔兵 他已经把吊桥给放下来了 现在 冰心这边的魔兵 已经一窝风湿地冲了过去 只是可惜的是 这个护盾太过于厉害了 这些魔兵们就算是再怎么努力 也没有办法向前一步 这护盾把这十万大军 给硬生生地阻在了风都的外面 走 过去看看 冰心起身 飘战而去 叶好轩也跟着他过了河 风都的城墙依然屹立着 只是这层护盾把这十万妖魔给挡在了外面 这层护盾色泽淡绿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无论魔兵们如何用手中的兵器攻击 都没有一点作用 叶好轩试着伸出手去 在这上面摸了一下 他只感觉到手下一软 他的力道被这个护盾给全部抽走 原来是这个作用啊 叶好轩恍然大悟 这是能把一个人的力量给吸收进去 然后化为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说攻击的人越多 他的防御体系就越庞大 很精妙的阵法呀 你居然能看出来这个阵法的作用 了不起啊 冰心有些诧异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他微微一笑 但我想说的是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大阵没有一点作用 哼 这倒是 可惜的是啊 现在我的力量不在 否则的话 我借助九天星河之力 一定能把这互动给破了 叶好轩惋惜地说 急地说 感谢观看 解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